欢迎收看台阶XN Espresso 晚上好我是夏师 首先来看今天的马股走势 土耳其货币危机爆发 全球市场波动剧烈 马股也急卸22.41点 收报在1783.34点 其中拥有土耳其业务的IHH一宝和大马机场卖压承重 双双急措超过5% 分别收在5令吉45仙和9令吉33仙 汇率方面 马币对美元走软至4.09令吉 而收支于美元强劲贸易战等利空 市场预计马币短期内继续走软 接着是今天的市场加异数据 外资因为土耳其利空而大逃亡 撤离幅度多达4倍 竞卖1亿4226万令吉 而本地机构及散户分别竞买入1亿1123万令吉 以及3104万令吉 接着来看企业BLACKAY的单元 经济事务部被指薄削财政部权限引起争议 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解释 持有股份及公司营运管理是两回事 应该要从部门权限及监管中分开来 目前共有68家公司隶属财政部长机构 而这不等同于财政部拥有公司的管理权 因此也不存在经济部接管其他部门权限的问题 阿兹敏补充首相敦马哈迪目前也正在确认各部门对机构及公司的管理权限及范围 包括经济部 政府机构在西蒙政府执政后接二连三被洗牌 头头门也纷纷落马 而下一个动刀对象可能是证券监督委员会 前方报引述消息报道说 去年获得续约的证监会主席丹斯里兰吉星可能提早下台 候选人包括呼声最高的SJ证券董事经理兼首席执行员阿莫阿兹曼 即便兰吉星2020年才约满 但是早前几位落马的政府公司领航人都是提早解约 因此假如兰吉星确实离开2012年起担任的职位 相信也不会让人感到意外 最后来看 为了让低收入群原购屋梦 国家银行预计下个月推出一项特别针对低收入群中首购族的房屋贷款计划 财政部表示 国行正在与大马载抵押机构和房屋与地方政府部完成一项新的融资计划 该计划的特点包括 协助首购屋组获得更弹性的贷款支援 以及必须参与财务咨询 以降低首次置业总成本 例如印花税和保险 今年的赛季新闻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